音乐三六五 同样的 祝福你全新的一天 全新活在上帝祝福里的一整天 这段时间我们在户外录三六五 常常觉得很快乐 因为看到很漂亮的花 很漂亮的树 然后上帝所造的大自然 有的时候人太忙的时候 你无暇去看周围的这些事物 奉主祢明祝福你 在忙碌当中 有的时候稍微停一停脚步 看一看你周围的人事物 有非常多值得感恩的事 可能你会说 但是当我遇到了那么大的困难的时候 当我陷在一些难处里的时候 我真的无暇去看 好像最近我们在讲 以利亚的她的人生当中的经历里面 那个撒拉法的寡妇 她有什么时间经历心情去看花去看树 她已经快活不下去了 圣经里说她就剩下一把面 一点点油做个饼 然后她跟她儿子两个人吃完 然后她说死就死吧 你看她已经走到绝处了 然而你知道吗 成为一个基督徒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 成为一个基督徒在耶稣基督 我会透过以利亚对这个寡妇说 没有关系 你不要急 不要担心 只要 你只要先为我做饼给我 然后你再为你自己 哇 这是一个多难学的功课 我想不只是这个寡妇难学 以利亚更难了 人家已经产成这样了 你这个大男人不只自己去找东西吃 你还叫人家先做个饼给你 以利亚要说这段话 恐怕真的对她来讲很困难 以利亚要顺服了 接下来这个寡妇也得面对 我要不要顺服呢 我们常常讲顺服就蒙服 但是顺服这个功课真的不容易 尤其像她现在已经走到好像没有路了 我已经只剩下这一点点了 你还要逼我先 我和你分享进到祝福里的一个属灵重要的原则 就是次序 不论在什么样的景况之下 我愿不愿把神摆在前面 不论在什么样的景况之下 我愿不愿说主先 我先看神属灵的原则 我先顺服在神做事的原则里面 而不是先看我的问题 我的难处 这个先带着这个寡妇出黑暗入光明 这个先让这个寡妇从我的绝境 进到上帝的那个深路里面 你也正在遇见一件很困难的路吗 我为你祷告 我和你一样 我也走过许多许多这样好像没有路 然而每一次主都带我学一个功课 在最困难的时候 愿不愿意先把神的法则摆在前面 不因为困难 我就走我自己的路了 不因为困难 我就走一些我便宜行事 照着神的法 照着神的法度去做 照着神做事的法则去做 我奉主的名祝福你 经历绝处逢生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啊我今天特别为在电视前 在网路前面一些正遇到极大难处的 一些朋友们来祷告 当他们正在面对一个抉择 我要照着上帝的方法做 先降服在神的面前 还是用我自己的方法 去走一些未必合神心意的 一些决定的时候 让他们做一个对的决定 回到属灵的次序 帮助他们经历绝处逢生 这是我们的祷告 奉主的名求 阿们 我的弟兄 我的姊妹 我的好朋友 主爱你 主知道你在遇见些什么 他要带你绝处逢生 关键是你愿不愿意降服在他里面呢 上帝祝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